是一個相當大膽的決定 對 賽前沒有問一下陳金鋒 說不定陳金鋒跟總教練宏一忠講說 今天第四棒我來卡 那當然如果他 如果真的有跟宏總這樣講的話 宏總一定OK 就是你來當 金鋒仔本身是正宗的人物 也是很穩定的一位選手 放在第四棒很重要 現在是一出局一二零有人 結果這個球是一個偏地的壞球 那這也是陳金鋒呢 在傷後復出之後呢 第一次扛下第四棒的重刃 目前的三層臨界的打擊流 六發球內打二十六分打點 那也在兄弟相對的部分 是做了一個雙殺的準備 九層英雄揮棒落空 那在過去幾周的激戰當中 也不斷提到 藍明哥桃園隊最關鍵的 就是他的指定打擊 在該場比賽能否敲出安打 兄弟相對的部分則是開路先鋒 能否靠他的安打 跟四死球來上的 結果在今天的一局上半呢 就面臨到 藍明哥的一個關鍵的打者 現在球數是一好球一壞球 這個球揮棒落空 九個出棒的時機呢 似乎跟他的預期是有點落差的 感覺沒有很好 所以你看這個球狼齁 出去的瞬間 盾了一下 再做第二個動作 一定來不及 球數現在是泰勒取得了領先兩好球 一壞球 在一壘上是林志勝 在二壘上是蔡劍偉 揮棒落空 我記得陳金峰呢 在這個重量的關頭是遭到泰勒的三陣 那泰勒呢在之前的比賽136局 也投出了有88次的三陣 我希望我感到喔 在這個揮棒的過程 整個都頂了 那對藍明哥桃園隊來講呢 實際上因為在這一段的補賽週裡頭呢 藍明哥桃園隊緊緊的出賽場次呢 事實上只有兩場的比賽 只有兩場比賽 那反觀兄弟相對在這個補賽的期間 是有五場的補賽 所以對打者來講 當然比較缺乏實戰來講呢 事實上這一點是對藍明哥比較有挑戰 現在打擊輪到的是第五棒的林洪玉 這一球小球 竟然是兩出去一二六人 球壓的位置都還蠻低的 不過這對投手是有利 那今年呢是扛下 這個大部分場次四棒重任的林洪玉呢 在今年球季呢 事實上也繳出了相當亮麗的成績單 22發球內打跟104分打點呢 都是排名第一 這時候投手也投得相當的小心 但是呢 在林洪玉之後呢 也有今年表現突出的中成右 所以呢 對於泰勒來講是 考驗一關接著一關 那今年球季林洪玉面對泰勒呢 是四成一系的一個對戰打擊率 有三次遭到了三陣 對戰打擊率是超過了四成以上 球數現在是一好球一換一球 這球打成了一個左中外野方向相當深遠的飛球 落地形成安打 這時候二壘上跑者繞過三壘回來得分 一壘上跑者繞過三壘 這時候快馬加邊 也回到本壘 這時候靠著林洪玉的深遠的二壘安打 使得藍林洪玉隊在一局上半 不但掀直得點 而且取得兩分的領先 這球打得真的夠深遠 在逆風的情況之下 還能夠打得這麼平這麼深遠 打擊的力道真的夠 來看一下慢動作的重播 這個球被林洪玉給掌握到了 當然今天呢 打到如果是中右外野 受到逆風的影響就非常的劇烈 那這個球呢 掃到的是左中外野之間 哇也已經是落到Warning Track上頭 當然這時候呢 藍林洪玉隊在一局上半呢 攻下兩分之後 也破壘了